歪頭下著滂沱大雨 車輛行駛在題外道路動彈不得 以為只是單純塞車 沒想到卻突然看到這副景象 游覽車逆向倒車 這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一輛游覽車行駛在對向車道 還一路向後退 造成前方車輛回堵不說 高危險倒車宛如特技表演 當時這輛游覽車 就行駛在南湖大潮旁的 這個單行道上 疑似當時天色昏暗又下著大雨 才會讓駕駛誤以為 左轉的題外道路也是單行道 才會上演逆向戲碼 實際攤開事發地點看一看 位在台北市康寧路 交流道旁的南湖大橋 側邊道路是單行道 游覽車沿著道路左轉 卻不慎逆向行駛 疑似是路況不熟悉 事發當時順向車道車多擁擠 對向車道也因為游覽車違規 導致回堵 無法前進之下 游覽車只能倒車百米 離開這段道路 游覽車違規的部分 我們可能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5條第一項第三款 不依規定食入來車道 罰則的部分是處罰 汽車駕駛600元以上 到1800元以下 警方認定游覽車逆向行駛 所幸沒有造成意外 只是再看一次這段畫面 大型車輛沿路倒車 事件不佳 要是稍有閃失 恐怕還會引起重大事故 記者人家民郭先揚 台北報導 先傳達